西极雨是一座与东极雨相邻的无人岛屿 由于交通不便 居民谋生不易 于是在政府的辅导下 居民在1978年牵村 西极雨聚落集中于岛屿南端 在千村之前 岛上一直过着点油灯 提金水的质朴生活 如今 荒野蔓草已掩盖当年的农耕设施 在聚落中的断圆残壁间 依稀可见当年居民的生活痕迹 西极宫曾经是西极雨的信仰中心 原本主寺池府王爷 故又称池府庙 随着居民千村 庙宇内的神灵也已迁移至马公 据留存的文物王道荡平匾 可知此庙于清朝同治年间就已创建 走在西极雨岛上 可以看到许多石塔 石塔是澎湖南方四岛民间信仰的象征 岛上共有四座石塔 是澎湖南方四岛中石塔最多的岛屿 西极雨居民相信设置石塔 可以反制岛屿周围风水上的煞气 借以祈求平安 化解厄运 在岛的西方 则有两座员工挖掘的水池 一座是扇形池 另一座是圆形池 合称有浮池 其形状设计有风水的考量 同时兼具储水及浓作用水的功能 西极雨与东极雨两岛相望相助 在过去西极雨的村民是东极雨船只出海捕鱼的得力助手 东极雨也在物资条件不利的时代给予及时援助 早期当西极雨发生紧急事故 会熏烧烟火或插白祈求源 东极雨村民看到就会在虎头山熏烟火示意 并立刻开船前往西极雨救援 如今熏烟不再升起 西极雨的时间仿佛停留在1978年千村的那一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